佛教预言故事一百 天下有三痴 过去无数节 耳师有孔雀王 从五百妇孔雀 相随经历珠山 见青雀色大好 便舍五百妇追青雀 青雀诞时甘露好过 十国王夫人有吉 夜梦见孔雀王 物则白王 王当众目求之 王命摄师 由能得孔雀王来者 赐金百金 赋乙女虑之 诸摄师分布诸山 见孔雀从一青雀 便以蜜草处处图树 孔雀日日为青雀取食 如是万习 人便以蜜草图己身 孔雀便取蜜草 人则得之 与人言 我以一山金相遇 可舍我 人言 王与我金并富 足可自毙亦 便持白王 孔雀白大王 王重爱夫人故相取 愿起水来咒之 与夫人引早遇 若不差者 相杀不晚 王则与水令咒 受与夫人引 病则除 宫中内外诸有百病 皆因此水 悉得除愈 国王人民来取水者无央述 孔雀白大王 宁可目系我族 自在往来湖水中方咒 令明远近自自取水 王言 大家 则引目入湖水中 自及至方咒之 人民饮水 龙芒是听薄语皆生 孔雀白大王 国中诸恶 并惜得除愈 人民共养我如天神无益 终无去心 大王可解我族 使得非王来去入湖水中 明指此粮上素 王则令解之 如是数月 于梁上大笑 王问曰 如何等笑 答曰 我笑天下有三吃 一曰我吃 二曰烈师吃 三曰王吃 我与五百妇相随 舍追清雀 贪欲之意 为涉猎者所得 是为我吃 涉猎人 我与一山经不取 言王当与己父并经 是涉猎者吃 王得神医王 夫人 太子 国中人民诸有病者 惜得除愈 皆更端正 王记得神医 而不劳持 反纵放之 是为王吃 孔雀便飞去 佛告舍利福 使孔雀王者我身是也 使国王辱身是 使夫人者经调达父是 使劣师者调达是也 做孔雀王者 作为王辱 一切 王辱 王辱 许 王辱 王辱 王辱